就是說假如我A欄是資料來源 B欄是我要的結果 那你們可以這個當然在練習裡面 這個顏色練習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找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 這個可能要點一下吧 因為我這邊 151的 那其實就是找刮虎裡面的 資料幫我切出來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你只能拖法輪剛 拖法輪剛點兩項 複製貼 複製貼 那如果資料多的話 你可能要 找非常久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用到 多一個函數叫fine函數 fine的話意思是說我要找什麼 找前刮虎的位置 在fine找後刮虎的位置 然後利用什麼 利用那剛剛講的那個middle函數 去做切割 OK 前刮虎的位置 因為我要的位置 剛好在什麼 前刮虎的位置再加一個 所以找到他對不對 那你再把這個位置加1 就會 第三屆 然後呢 再找後刮虎的位置 把後刮虎的位置 再減掉什麼 減掉前刮虎的位置 再多一個後刮虎的位置 減掉1 這個可以什麼 把這個結果給 給抓過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在這個 範例檔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有 可能有時間 待會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直接到雲端上面 裡面的那個 雲端白板 裡面找文字與資料函數 的151 你只要看到151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 範例檔 那你可以 把他上面的箭頭 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是你直接去找 類似的範例也可以啦 反正就有刮虎裡面的資料 那這裡面的話 就是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不過呢 會多需要 用那個fine函數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有興趣同學 可以想想看 fine 前刮虎 fine後刮虎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做出來 答案我在這邊也有 放一個 最後的解答 那你可以把它刪掉 那假如說你要找的話 不過我是建議啦 像這個問題 你可以分 分階段做 比如說你可能不太熟 你可以先在旁邊 低欄的地方先做 找錢刮虎的動作 fine 所以你用fine函數 找那個fine 他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fine fine什麼呢 fine 錢刮虎 所以找一個錢刮虎 移開來 在哪邊找 在這個裡面找找看 OK按確定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他沒找到的話 他會跟你講是 value錯誤 如果有找到 他會告訴你 在 他的這個文字裡面的第幾個字 所以 錢刮虎找到了 後刮虎的話呢 就是在插環數 使用什麼一樣用fine 最近使用過的 你可以用 有使用過用最近使用過 fine什麼 fine後刮虎 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 然後一樣 按確定 如果沒找到一樣value錯誤 如果有找到呢 他會告訴你在哪個位置 第3個字第9個字 那所以如果說你要把資料切出來的話 你可以 再利用那個 剛剛有用過me的函數 去哪把資料從這邊抓 我用第3列好了 因為這個第2列沒有 我用第3列練習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star number是什麼呢 從前刮虎的位置把它加1 然後呢要抓幾個字呢 抓後刮虎的位置 減掉 有沒有 後刮虎的位置呢 因為我要中間要後刮虎的位置 減掉 前刮虎的位置 前刮虎的位置 所以 這個前刮虎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喔 他還會多一個後刮虎的位置 所以你怎麼樣 把它在 減1 但如果說你不確定要 減幾個字 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還蠻方便 他會讓你知道說大概減出來 是不是你要的 不是的話你再多減一個1 多一個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把它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那再把它向上填滿 第3階段 可是喔 所以我分階段 第一個是找前刮虎 第二個是找後刮虎 第三個是把它切出來 可是第4個喔 好像感覺雖然有把資料切出來 可是怎麼樣呢 可是好像還差一個步驟 什麼步驟 那個 緊Value 那個是 錯誤訊息嘛 只要在Excel裡面呢 有錯誤訊息 他都會緊開頭 所以你們常常看到你那個 Excel裡面常常有出現 什麼緊Value 緊Name 緊NA 什麼緊什麼Name 等等一堆啦 反正都緊開頭 那也就未來如果說你要把什麼 把這個錯誤給過濾掉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函數 就是邏輯函數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什麼 叫ifl 這個ifl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過濾錯誤 所以過濾錯誤什麼過濾 如果value給他 如果這裡面有錯誤的話 如果valueifl 意思說如果發生錯誤你要做什麼處置 把它清掉 清掉的話呢特別注意喔 在Excel裡面清除是什麼 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你不能空下來喔 你要打什麼呢 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意思是說 把裡面 輸出一個沒資料 所以沒資料呢 在Excel裡面呢就是兩個雙引號 所以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可是喔 我們剛剛是怎麼樣 分成 四個步驟 才做完 那一般當然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動作 通常我會先 分動作 先試做 最後呢 再一次完成 OK 可是你要一次完成 像剛剛有沒有看到公式一串對不對 那要怎麼一次完成喔 我demo一下 因為這個是延伸體啦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前面的部分都OK之後 你再試做看看 那我試做一下 1 我會先 先做 裡面的東西 我先用fine函數 最近使用過 我先用fine fine前刮弧 然後在哪邊找 在裡面找 按確定 先做第一個 再把它剪下來 插入什麼呢 用me的函數 把公式貼上 我要 抓這裡面資料 STAR NUMBER的話 就是 從前面 找到前刮的位置 加1 然後呢 LUMBERCHAT抓幾個字 再貼上 把它 什麼 後刮弧的位置 所以把 剛剛的前刮弧改成後刮弧 減掉 前刮弧的位置 再 減掉1 其實就剛剛那一些啦 只是說把它全部串 串一起 按確定 那如果有錯誤怎麼辦 再減下來 再用ifl 過濾 所以這邊的話 再用剛剛用過的 叫ifl 把它貼上 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把它變成 沒有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放開 做完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 因為這個 一次要全部把它做完的話 當然你需要一個步驟 所以先把前面的鋪陳好之後 再來一次就做完了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要有階段性的 要熟練 那我這個部分是一個延伸的練習題 那題目的部分 你可以也許可以找一個 類似的題目 或者在 我的那個雲端上面 不過這個可能你電腦要連到那個雲端上 才能下載 151 OK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練習題 那這個是 比較進階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151完成之後 這邊有相關說明 還有相關的步驟 最後的公式在這裡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 有關那個 邏輯函數 部分 所以待會呢 請各位 現在開啟 這一個 邏輯函數的部分 這個邏輯函數的部分的話呢 是在 我們的第2個資料夾 邏輯函數 打開來 那待會的話呢 基本上 邏輯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處理什麼 可能 True跟False 剛才有用過 或者是說 比如說像這邊有個綜合評定 假如說我要的結果不是 及格或不及格 我要的是ABCD 可能我要的是比較 稍微複雜一點的那個結果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還有呢 Excel裡面還有什麼 M的邏輯 跟O的邏輯 這個又要怎麼處理 那請各位呢 稍微把題目 打開來 然後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的需求 那合格不合格 第一個可能先做 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在旁邊 多做一個多重判斷 那多重判斷就是說呢 如果我的分數 是80分 以上 是A 70分到80分是B 60分到70分是C 不及格就B好了 假設啦 你會發現這種就比較麻煩 哇 本來你想一幅只能判斷 合格 不合格 因為它只有True 跟False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不只耶 我還有True 然後呢 有A B C D 你有兩個 可是要放四個怎麼辦 在這裡 可能需要做什麼 邏輯裡面再放邏輯 邏輯裡面再放邏輯 就是你有很多重的判斷 請各位呢 先開啟這個練習檔 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